昌江插河镇插河村以发展红芯 波罗蜜等特色产业和提升人居环境为突破口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 美化绿化村庄人居环境 致力打造深海美 产业新 百姓富的美丽乡村新样板 昌江离族自治县插河镇插河村党员 致富带头人廖小龙 每天都会到波罗蜜基地监督委托的公司管理树苗的相关情况 同时也认真学习波罗蜜种植技术 作为一名党员 又是致富带头人 村里发展红芯 波罗蜜 我很想贡献一份力量 2020年 插河村向农户租用土地 开始发展红芯 波罗蜜产业 该村采取党员加公司加农户的形式 委托公司管理108亩红芯 波罗蜜基地 预计三年挂国 获得收益后 每年将利润的80%作为分红 发给全村230西户农户 剩余20%归村集体经济所有 用于继续发展产业 建设基础设施 及开展公益慈善等 通过产业的发展 壮大我们村集体的收入 增加我们村民务工的机会 把整体的这个村委会 经济的发展壮大 此外 插河村还多挫并举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采取村干部分片包干及卫生片区巡查的方式 美洲组织党员干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开展种草绿化行动 鼓励并支持村民在房前屋后 种植椰子树 黄花梨 沉香等景观及经济树木 在村内闲置地块种植了一千多株三角梅 美化村庄环境 用心打造美丽乡村 选取了夏威夷草 三角梅和龙船花 形成了草皮 园林灌木和花卉结合的美化景观 将各个种草区域分片包干到党员 由党员对责任区域的草皮进行浇灌 看护和修剪等 确保草皮的成活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